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爱情悬疑》小说《明昏》 由慕容长军演播 绿绿一个人在家 这套房子是周冲的 很老的富士楼 周冲是个歌手 他去外地演出了 绿绿没事做 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一百多平米的家 只有他一个人 显得有些旷荡 外面的风很大 树枝在大幅度地摇摆 路灯照着人行道 悠悠地亮着 不见一个人 两旁黑咕隆咚 什么都看不清 绿绿拉上了窗帘 继续玩游戏 那是黑色的落地窗帘 重重的更像是一堵墙 周冲喜欢黑色 玩着玩着 绿绿不知不知忘了时间 看看手机 二十三点 二十三分 心想 再玩一会儿 这一天是2010年12月1号 农历十月二十六 一切从此变得异常起来 绿绿玩的是魔兽世界 现在他正在一个叫做 东温一只地的地方做任务 要杀掉一个怪 这里的地形勾勾坎坎 一片颓败之像 到处爬着巨大的肉虫子 游荡着轻飘飘的女鬼 嘴里不是发出一种性感的声音 绿绿 来到了那个怪的面前 刚刚发起进攻 电脑突然卡住了 他手忙脚乱的按键盘 根本没用 他很快就挂了 他一死 电脑就顺畅起来 绿绿使劲拍了拍键盘 啪啪地响 然后在神仙姐姐那复活 继续做这个任务 电脑在楼下的书房里 楼上只有一个房间 那是周冲练琴的地方 现在 他空着 绿绿的视线 穿过书房的门 正对着那个窄窄的楼梯 顺着楼梯看上去 黑乎乎的 或许 应该到楼上把灯打开 他只是这样想了想 并没有动身 他又一次站到了那个怪的面前 刚刚释放一个月火术 电脑又卡死了 一动都不动 他用了半分钟 才让游戏中的自己 转了一次身 可是早已经变成亡魂了 真是奇了怪了 绿绿的心 窜出了一团怒火 盯着那个怪 心里说着 今天 我非打死你不可 实际上 绿绿是在跟电脑较劲 那个怪长着一张人脸 身子却是一条巨大的虫子 鲜艳的让人恶心 绿绿凑近屏幕 仔细地观察他 发现他的面相有点眼熟 很像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 可 是谁呢 绿绿小心翼翼地操作电脑 网速一直没有问题 可就在他第三次要进攻这个怪的时候 电脑突然又犯了病 他在游戏中变成了半身不遂的患者 一动都很艰难 很快 又死掉了 绿绿的双手离开了键盘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停止了打游戏 拿起手机 拨通了周冲的号码 下午的时候 绿绿在电话里 缠了周冲一个钟头 打得手机都烫手了 周冲 我要换个笔记本 换就换呗 不用汇报 你说气人不气人 刚才我用他玩游戏 平常的时候的不卡 一到关键的时候就卡 连着三次 就像电脑里藏着一双眼睛似的 哎呦哥们 这么晚了 你还在玩游戏啊 不行 你得帮我出气 好好好 等我回去 帮你砸了他 反正是二手货 停了停 绿绿突然说道 周冲 我 我害怕了 怕什么 说不清 别神道道了 赶快洗洗睡觉 绿绿慢慢转过脑袋 看了那台笔记本 一眼难难说道 今天晚上 我好像说错话了 说错 说错什么话了 我 还算了 不跟你说了 记着 明天给我打电话 我尽量记着 亲你 爱你 放下电话 绿绿就退出了游戏 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零点 零分 只要他看时间 十有八九 是很整齐的数字 可现在 绿绿过不上这些了 他的心上 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今天晚上 他说错话了 说错什么了 他 不该说 电脑里 有一双眼睛 他要关掉电脑 他要避开那双眼睛的注视 静默的 恒久的 深邃的 急凶未卜的 他刚刚拿起鼠镖 却发现另一个问题 他放在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档 不见了 绿绿是个宅女 靠稿费赚钱 那是他近期要交的一篇稿子 他把电脑搜了个遍 连回收站都看了 就是不见那篇稿子 绿绿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 终于关掉了电脑 打算回卧室睡觉了 关掉书房的灯之后 他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笔记本电脑 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像也在看着他 他把门轻轻地合上 又朝着黑乎乎的楼上 看了一眼 没什么异常了 这才轻手轻脚地 走进卧室 关上了门 打开夜灯 自溜一下 钻进了被窝 本来绿绿想和周冲 一起去外地的 可是周冲不带他 绿绿算是一个成熟的女孩 他能理解 演出的时候 周冲需要的是粉丝 而不是女友 他也就没坚持 退一步说 就算他坚持 周冲也不可能妥协 绿绿从来都拗不过他 绿绿躺在床上 侧着身子 用被子把脑袋包住 只露出眼睛 鼻子 嘴 这样 他会感觉安全些 外面的风 呼呼作响 一刻不间断 就像一个巨人 始终在呼气 却不稀气 听起来 让人觉得很累 绿绿的思路 又回到了那台笔记本电脑上 他真真切切的感觉到 今天夜里 自己的确是说错话了 电脑里就是有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不明亮 也不浑浊 应该是一双男性的眼睛 有点缺少精神 因为他日日夜夜都睁着 从来不曾闭上过 偶尔轻轻地扎动一下 略行缓慢 他就那样一直在电脑中 注视着自己 虽然这双眼睛始终存在 但绿绿的生活 一直运转正常 这说明 那个东西并不祸害人 只是 只是绿绿不该提到他 那是犯忌讳的 绿绿转了转眼珠 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再次感觉到了 那双眼睛的存在 这时候 他似乎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双眼睛 并不是藏在电脑里 而是漂浮在 这套房子的半空中 眼睛 从来不曾闭上过 绿绿陡然想起了什么 他穿上衣服爬起来 快步走出了卧室 眼睛望向 查击上那只鱼缸 鱼缸里 养着一条拇指大的鲸鱼 通体白色 只有半张脸是红色的 绿绿总感觉那只被红色鱼鳞包裹的眼珠 具有某种隐藏性 如果说 这个家里多了一双眼睛 无疑就是这条金鱼的眼睛 绿绿突然有点害怕他 他从早到晚在狭小的鱼缸里游来游去 永远静默无声 只有他的眼睛从来不曾闭上过 家里空无一人的时候 房间里一片漆黑的时候 绿绿和朱冲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 睡中的那双眼睛始终 瞪得圆圆的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马褂长袍 女子玄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脚 他们是谁 是明昏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明昏 正在讲书中 金鱼是周冲的 两个人刚刚搬进这套房子的那天 周冲就抱来了这个鱼缸 绿绿不喜欢鱼 但也不讨厌 他只是觉得这条鱼太孤单了 曾经让周冲再买一条回来给他做个伴 可周冲一直都没有买 在这样一个深夜里 金鱼在水中 和绿绿静静地对视 绿绿忽然萌生了一种猜想 并被这个猜想吓得多数了一下 这条金鱼 会不会是周冲的前女友呢 绿绿知道 周冲过去有个女友 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绿绿也曾经很巴婆地问周冲 你们为什么分手啊 周冲淡淡地说 他劈腿了 什么意思 周冲不给他解释 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很偶然地发现了那件事 差点崩溃 后来我原谅他了 他却离开了我 这是个关于背叛的故事 里面藏着多少痛苦 多少仇恨 多大坡度的起起伏伏 估计都够写一本书了 可是周冲几句话就讲完了 从那以后 他就绝口不谈那个女孩了 绿绿甚至不知道 他姓什么叫什么 更不知道他的职业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绿绿偶尔提起他 周冲的脸色会立刻阴沉下来 有关他的一切 几乎成了 绿绿不能涉足的禁区 有一次 周冲陪绿去商场买衣服 他们看中了一款寒款的风衣 有三种颜色 绿绿喜欢那件浅灰的 可周冲呢 去鼓动他买那件红的 绿绿就看完笑说 是不是你以前喜欢的 哪个女孩喜欢穿红色的风衣啊 话题又靠近了那个神秘的女孩的边界 周冲立刻拉上了警戒线 不要胡说八道 你也太敏感了吧 我又没说他 周冲极其认真的说 你再提他 我跟你翻脸啊 绿绿也生气了 你想让我不提他 那就必须告诉我 为什么 周冲烦躁的四下看了看 嘀咕了一句 我真是傻子 请要陪你买衣服 说完气哼哼的掉头就走 售货员看了看周冲的背影 又看了看绿绿 那眼神似乎在说 这个男孩太没涵养了 绿绿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一个人朝前走了几个商铺 最后还是追了出去 周冲在单亲家庭长大 十四岁就开始玩音乐 性格有些孤傲 脾气很大 他从来不会对女孩甜言蜜语 永远是一副牛哄哄的姿态 绿绿比他大一岁 平时总是像姐姐一样让着他 他爱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爱他那双细长的弹吉他的手 绿绿清楚 每个女人都希望改变他的男人 但是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被他改变了 他也就不爱他了 绿绿想着 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周冲 对那个女孩爱得太深了 从那以后 绿绿真的没有再提过那个女孩一个字 那个女孩成了两个人之间的某种忌讳 有一次周冲不在家 绿绿的心里竟然蹦出了一种可怕的猜测 周冲 是不是把那个女孩给杀了 现在是凌晨一点多钟 绿绿站在卧室门口 观察着茶几上的那条金鱼 她不管朝哪个方向游 总有一只眼睛保持着和绿绿对视 神也那么宁静 金鱼那么宁静 绿绿刚刚在网上看过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拍的一部小电影 名字叫L.I 讲的是一对恋人的悲情故事 那个男孩负禽了 按照誓言的约定 他变成了那个女孩的宠物 一条中日游在水中的金鱼 在小区里 在公园内 在马路上 那么多人带着各种宠物 柔声信语 甚至轻轻握握 有多少是没有一起走到终点的情侣呢 别以为这是胡扯 绿绿越想 越觉得这条金鱼可疑了 有一次 周冲要去外地某企业的庆典上唱歌 郑小绿绿也要去外地一家杂志社参加笔会 家里没人给金鱼喂食换水 绿绿就提议把他送人 周冲坚决不同意 而且大发脾气 后来他专门委托一个好哥们 帮他带养了 几天之后 他演出回来 第一时间就去把鱼小心翼翼的给接了回来 也许周冲和他的前女友真的互相发过什么毒誓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最后是那个女孩提出了分手 于是 那女孩被某种力量变成了周冲的宠物 不然 为什么这条金鱼的眼神如此怪异 为什么周冲不给他买一条同类作伴呢 为什么周冲坚决不同意把他送人 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吐露过那个女孩的下落 想到这些 绿绿感到身上发冷了 如果 这条金鱼真的是周冲的前女友 那太可怕了 他日日夜夜在渔缸中静静地游动 依靠一点点氧气和一点点食物活着 她的生活中只剩下了一件事 那就是观看周冲和绿绿的生活 包括他们吃饭 睡觉 聊天 吵架 做爱 绿绿说话了 她对着金鱼说话了 在这样死寂的夜里 她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十分的恐怖 你 是她吗 金鱼在水中一动不动 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她的静默 令人生畏 绿绿想走过去 仔细地看看她那双永远睁着的眼睛 但是她缺乏勇气 她被自己的猜测吓住了 她只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就慢慢地退回了卧室 把门关上了 躺在床上 她又感觉自己的菜衣很荒唐 现实不是童话 一个女孩 怎么可能变成一条金鱼呢 不过 她还是感觉有什么东西 搁着她的神经 哦 是那双眼睛 她藏在某个空间里 一闸不闸 每时每刻 都注视着绿绿的 一举一动 这双眼睛 不在电脑里 不在这套房子里 而是漂浮在整个世界的上空 一个人 就是一个世界 每个人的世界里 都高悬着这样一双眼睛 有点类似天上的月亮 好像只有一轮 其实每个人 都有一轮 绿绿彻底失眠了 如果说 没有什么眼睛 那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 到了关键时刻 就卡住了呢 太灵验了吧 用巧合 根本就解释不了的 还有 玩牌的时候 为什么运气好了 把把都是好牌 运气倍了 把把都是烂牌呢 四个人玩牌 总好像还有一个 看不见的人 端端正正的 坐在哪个空袋里 一声不吭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大家都在说 却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多了 也就不再说了 同理 运气好的时候 总是有喜讯 办什么事都顺利 可运气倍的时候 总是有糟糕的消息 喝凉水都塞牙 绿绿试图破解这些奥秘 假如找到了谜底 她就不再怕什么眼睛了 把人生 当成一张图表 以日子为单位 随手扔上去鸡八米 米粒稠密 代表运气好 米粒稀疏 代表运气糟 那么必定有的地方米粒多 有的地方米粒少 如果无比均匀 每个单位都撒着相同数量的米粒 那才是无法解释的 我们会发现 根本不存在什么运气不运气 绿绿虽然是个文人 但是她有理性的一面 并且她的性格当中有一种可贵的任性 她用一种很笨 很直观的方法 似乎想明白了很多的问题 于是 她不怎么怕了 关了灯 方个身 想睡了 明昏 是一场为逝去的人举行的婚礼 是一场把人逼向灵魂死角的变态游戏 失踪 失踪 每一对看过明昏照片的情侣都会失踪 他们在哪儿 在爬满虫子的浴室 还是在地图上没有出现过的小镇 鬼市平平 机关重重 谁是神秘的变态杀手 谁让爱情渐渐远去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 爱情悬疑小说 明昏 由慕容长君演播 绿绿 绿在家 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月光下 墙很白 什么东西在阴暗当中眨动着 她依然感觉那双眼睛在盯着她 难道要疯了 她好像不在这个世界的上空 因为绿绿感觉她很近 她好像也不在这间卧室的半空 绿绿感觉她很远 现在 那台笔记本电脑在黑乎乎的书房里放着 网络 网络 其实就是整个世界 进入之后 总能看到 总统的眼睛 明星的眼睛 美女的眼睛 猥琐男的眼睛 孩子的眼睛 大象的眼睛 蟑螂的眼睛 绿绿意识到 跟网络无关 那双眼睛就藏在她的电脑里 思路转着转着 绿绿默地想起了十几天前 周冲收到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那双眼睛 正是她想象中的那双眼睛 纵观整个世界 绿绿千不该万不该想到那张照片 或者说 她千不该万不该 把那张照片上的那双眼睛 和她感觉到的那双眼睛对上号 可是 谁能管住自己的思路呢 那绝不是一张正常的照片 她在网上流传很久了 没有来历 没有住戒 没有声音 只是一张 安安静静的照片而已 却让无数人噩梦连连 甚至吓疯了 十几天前的晚上 绿绿睡下了 周冲一个人在书房里上网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绿绿迷迷噔噔地听见周冲喊她 绿绿 绿绿 都不像她的声音 绿绿一咕噜爬起来 瞬间的愣神 竟不知道天刚黑了还是刚亮了 绿绿在时间里转了像 她赶紧下床冲向书房 看见周冲脸色苍白地愣在了电脑前 绿绿 绿绿被她的表情吓住了 她站在电脑背后小声地问着 怎么了 周冲死死盯着电脑屏幕 颤巍巍地说 这太吓人了 绿绿不敢绕到电脑前面去 继续问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周冲说 你过来看 绿绿还是没动 她希望周冲说得明白点 周冲瞪了她一眼 你怎么过来 绿绿只好走过去 站在几步远的地方 朝电脑屏幕上瞄了一眼 原来是一张照片 看不清细节 绿绿慢慢地凑近 终于看清了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 涂了怪怪的颜色 不知道是涉于什么年代 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 上面一男一女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马褂长袍 胸前挂着粉色的花 衬着黑色的叶子 女子穿着黑衣黑裙 头上戴的东西 类似于戏曲中的七星鹅子 正中坠着一朵黑色的花 肩上垂下来 两只 睁开眼 那就活不长了 那你还看 你赶快删了呀 周冲删掉了这张阴森森的照片 然后对着空荡荡的电脑桌面发呆 哎呀 别发呆了 走吧 睡觉去 周冲没动 过了一会儿 她有些好奇地问绿绿 哎 你说啊 看久了这个女子的眼睛 真的会睁开吗 哎呀 你别胡说八道了 绿绿更睡不着了 外面不刮风了 静得就像家里的黑色窗帘 就像明昏照片上的那两个人 如果绿绿感觉电脑中藏着一双眼镜 显然和那个女子没什么关系 她闭着眼睛 只有那个男子睁着眼 当时 绿绿更关注那个女子了 没太看那个男子 她恍惚记得 照片上的她 眉清目秀 表情和善 略显拘谨地 看着每一个 看着照片的人 就是那双眼睛 脸可以删除 头发可以删除 指甲可以删除 但是 眼睛不可以 如果有人咬牙切齿地瞪你一眼 那个眼神 在你的记忆中永远都抹不掉 就是这个男子的眼神 站在了绿绿的电脑里 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绿绿玩游戏的时候 每次到了关键时刻 她都要出来捣乱 绿绿能感觉到 她似乎没什么恶意 只是想让绿绿知道她的存在 但是 她不能说出来 否则就犯了机会 当时 绿绿满腹怒气把她说出来了 没有考虑任何的后果 等那一句话 从她嘴里冒出来的时候 她能想到 那双眼睛 肯定是极不自然地 扎动了一下 完了 绿绿要倒霉了 会不会是周冲当时 只把那张明昏照片 扔进了回收站 而 而没有彻底删除呢 这件事情 很重要 绿绿再次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了卧室的灯 打开了客厅的灯 打开了书房的灯 笔记本电脑 还在桌上放着 并没有移动一点点 开机之后 绿绿看到回收站里 有三十多个文件 她一眼就看到了 那张明昏照片 她果然还在 就在绿绿要彻底删除她的时候 突然停手了 她还想再看一眼 有时候 你看不清一个东西 比看清一个东西更可怕 于是 她把明昏照片还原 很坚定的 打开了她 那一男一女 再次呈现在了绿绿的眼前 再看看那个女子的眼皮 又看看那个男子的眼睛 思维忽然逆向 蹦到了另一端 控制她电脑 监视她生活的那双诡异之眼 不是整着的这双 而是 闭着的那双 绿绿 从一个小城考出来上大学 毕业之后 就留在了京都 再没有回去 她先后换了几家单位 都不是很理想 最后 她选择做了自由撰稿人 给报刊 写一些社会 纪实类的稿子 一个女孩 在外漂泊不容易 父母希望她早点结婚 如果绿绿 是个随意的人 那么 她可能早就完成了这件事 偏偏她对男人太挑剔 很注重演员 一转眼 二十六岁 竟然没看上一个 有人曾经鼓动绿绿 去参加某电视台举办的相亲节目 绿绿的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她觉得 那不是一个情感节目 而是一个搞笑节目 即使全世界的窗帘都废除了 爱情也是私密的 把它放置在灯光下 镜头前 让万人观瞻 一下子 一下子就变了味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马褂长袍 女子悬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脚 他们是谁 是明昏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明昏 正在讲述中 开始的时候 绿绿并不觉得自己挑剔 她觉得很理性 但是对男人 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 只要她爱自己就行了 这算挑剔吗 后来绿绿终于明白 在爱情上 没有要求 才是最高的要求 不管你要房子 还是要车子 只要指标明确 对方都容易做到 可是你只要爱 爱是没有标准的 某一天 绿绿偶尔进入了 著名的婚介网站情网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填写了申请表 没想到就这么一个举动 让她得到了周冲 周冲的父母早就离婚了 她都不知道 她父亲现在在哪 据传 已经死了 周冲大学毕业之后 她母亲给她买下了这套老房子 然后就跟一个外地的男人走了 周冲从来没有去过母亲的新家 也不知道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她靠着一把吉他 先在地下通道卖唱 后来进入酒吧 当歌手 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周冲还比较在意绿绿的心情 时间久了 绿绿发现周冲对她 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很少陪她聊天 从早到晚播了她的吉他写歌 有时候 绿绿甚至感觉在周冲的眼里 她不过是个粉丝 两个人经常争吵 绿绿对周冲的不认真 很认真 而周冲对绿绿的认真呢 依然不认真 周冲像个小男孩 每次争吵之后 总是绿绿去哄着她 绿绿感觉命运嘲弄了她 她希望找个男人来爱她 可是最终 却找了一个她爱的 可对方呢 好像并不怎么爱她 不过 周冲有个突出的特点 爱干净 对于一个男孩来说 这不容易 对于一个搞艺术的男孩来说 这更不容易 她每天必洗一次头发 每天必换一次内裤和袜子 被罩床单 沙发套 也是三天一洗 两天一换 她只干一种家务活 那就是洗 而且乐此不疲 有一次 绿绿和周冲吵的天翻 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了 出了家门 绿绿无处可去 只好给好友 胡小军 打电话诉中场 胡小军 原是绿绿微博的一个读者 很热情 天天留言 绿绿绿总在微博上写些有关魔兽世界的趣事 恰巧 胡小军 也喜欢这款游戏 两个人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成了好朋友 胡小军 在京都一家幼儿园工作 跟绿绿同岁 她长得比绿绿要漂亮 小脸蛋 小眼睛 小鼻子 小嘴巴 十分精致 她的性格 有点单纯 有点任性 最讨男孩子喜欢了 胡小军的男友叫长成 个子高高的 从巴黎读书回来 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效益虽然一般 但大小是个老板呢 其实 她姓极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 尤其是胡小军的朋友 都叫她长成 跟绿绿的经历相似 胡小军 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 通过情网牵线 认识了这个男孩 绿绿多少了解一点 他们的故事 长成很爱胡小军 在长成的眼里 胡小军简直 就是像夏季里的一枚雪花 有一次胡小军出差 长成去接她 两个人一起进了车站 进了站台 进了车厢 直到火车要开了 长成才恋恋不舍地下车去 火车 光当一声开动之后 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胡小军感到很空虚 很孤独 他对长成已经太依赖了 火车开出京都之后 百无聊赖的他 正准备躺下睡觉 突然 一张脸笑颜颜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当时都懵了 竟然是长成 实际上 长成早都谋划好了 要陪胡小军一起出差 而且早就买了票 只是没有对胡小军说 长成要给胡小军 一个惊喜 这份浪漫 绿绿都羡慕死了 相比之下 他跟周冲之间 简直不较爱情 只是搭伴过日子 接到绿绿的电话之后 胡小军约绿绿 去了一家咖啡馆 陪她聊天 阳光很好 外面的小街上行人缓慢 胡小军说着 哎 跟个歌手在一起多幸福啊 天天听着唱歌 可绿绿却说 他又不是知了 事实上 他把最美好的东西 都献给观众了 把最不美好的东西 都扔给了我 这家伙 脾气特别大 总觉得那样才是男人 我真受不了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一年多了 老夫老妻了 好好过日子呗 吵什么吵啊 绿绿听这话 气哼哼地说着 哼 我对人生的要求很低 这辈子 这辈子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必须有一次 轰轰烈烈的爱情 否则 我就白活了 胡小军 嬉皮笑脸地说 哟 看来我老了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 我和长城 能不能一起健健康康地 相伴到老 说到这儿 胡小军突然冒出了一些 很突兀的话 有句老话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其实 不管哪对情侣 都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 有时候 我会很神经地想 我和长城谁会先死呢 我希望是我 如果他先死 我承受不了那种痛苦和孤单 可 我又希望他先死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 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和孤独 这 很矛盾吧 绿绿听了这话说 妹子 你把话题扯得太远了吧 嘿 站在生死离别的角度 再想想 你和周冲的小打小闹 简直就是鸡毛蒜皮嘛 这种劝说果然有效 绿绿的心里涌出了一种暖暖的伤感 不过 当时回家太没面子了 他又让胡小军陪着他去逛街 绿绿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逛商场 不过 他可舍不得花钱 总想逃到便宜货 有时候逛了一整天 一件衣服都没买 那天 本来是胡小军陪绿 可是绿绿呢 没买什么 胡小军倒是买了很多衣服 绿绿说 哟 你花钱都不眨眼了呀 还好吧 常常也太怪你了吧 他要是带我来 我会买得更多 那家伙对女装的审美 很独到的 想起周冲 绿绿又冒出了一肚子火 周冲只带着绿绿逛过一次商场 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两个女孩逛到天黑日落 一起坐地铁回家 绿绿在心里暗暗盼着周冲打个电话来 然后她会挂掉 这样在好朋友跟前才有面子 可是她的电话 一直没有响 绿绿先到站了 她对胡小军说 等我家坐坐吧 看看我们的房子 不去了 不去了 听说你家周冲啊 是个大帅哥 我怕 我不小心爱上她 嗨 那就换换呗 让长城天天带我去买衣服 胡小军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幸福 在车门关上之前扔出了两个字 哼 免谈 地铁缓缓开动 越来越快 终于消失在黑乎乎的隧道当中 下车的乘客行色匆匆 很快都走光了 空荡荡的站台上 只剩下绿绿 她私下望望 盼望着看到周冲的身影 没有 她步履沉重地回到自家楼下 朝上看了看 家里亮着灯 她爬楼梯来到家门口 掏出钥匙把门轻轻打开了 这时候 她多希望周冲正站在门口等着她 一下子把她紧紧地抱住 可是 门口空荡荡的 她放下胯包 保持着冷漠的表情 一步步朝卧室走去 眼睛的余光 却在搜寻着周冲在哪儿 阳台上好像有人 绿绿微微转头瞄了一眼 周冲果然在阳台上站着 她正大口大口地抽烟 绿绿走进卧室 在床上躺下来 家里一片安静 绿绿是等着周冲走过来 哪怕只是在拍拍她的脸蛋 可是绿绿一直没有听到脚步声 她一个人躺了几分钟 实在是熬不住了 一咕噜爬起来 使劲跺着地板 光光光地冲到阳台 一把揪掉了周冲嘴里的烟 然后怒气冲冲地看着她 周冲伸出两只手 捏了捏她的尖 只说了一句 记着 下次离开我 不要跑出那么远 绿绿一下子就搂住周冲 哭了起来